好了,就說說說,不要說這麼慘的事,說錢,說金融 今天想說少說港交所 港交所的表現我都很滿意 他的股價由高位五百七,跌了大約七六成左右 也相當不錯,他反彈了很多 但他最多接近三百八左右,就跌了七十幾元 剛剛公佈了業績,相當不錯 講交所,最重要是看交易收入 因為收印花稅 大家知不知道香港的交易情況是怎樣的呢 2020年每天所有東西都計算 股票,衍生工具,大約一千三百億 這是2020年 2021年是接近一千七百億的 一六六七 一六七 2021年 為什麼呢?因為2021年第一,美股超強 整個外圍市場都大反彈 大反彈,猜不到,升到彭彭的聲音 還有2021年,或者2020年至2021年 炒了很多平台股 上年最後的股市就大反彈了 然後又... 不是上年了,前年了,不好意思 前年2021年,炒了一些平台股 疫情概念股 去到2022年,即是上年了 上年港股,交易減四分一 跌到12000億 新股集資減七成 減七成 為什麼呢? 你這個還是國際金融中心 你還要記住 上年,減四分一經 計算了,你又14000點 彈上來 接近8000點 然後說 是爬文爬武 又說香港 is back 又說 唱好港股 又說什麼 大行唱好 中國經濟重啟 最好的策略就是 買港股,沽美股等等 有關事情,星期日說了 這個都算是一個後續來的 星期日說了 唱到天那麼高 原來你去年的交易只有12000億 12000億 你知道嗎?高峰期港股是2000多億的 那些錢去哪裡? 是不是這個世界沒有錢嗎? 不是 這個世界還是很有錢 是不是 為什麼不炒你港股呢? 好了 港交所公佈了一系列的新聞 我覺得真的相當精彩 先講業職員之後 然後呢 就說 港交所的CEO 歐冠聲就出來 去解話了 他又說 新股市場正在復甦 哦 OK 同時 也有很多大型企業 表示有興趣來香港上市 告訴你 你是不是在說沙地阿拉伯 還是 是不是說俄羅斯 還是 不是說伊朗 是嗎? 他說 不過這樣 就不能夠估計 是不是今年上市 有什麼意思? 哈哈 很多大型企業 有興趣來上市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今年上市 啊 這樣也可以 OK 他說今年會很有建設性的一年 然後 他說 今年上半年會提出 一個叫 之前說過 港幣人仔的雙櫃台模式 什麼叫雙櫃台呢? 一隻股票 你可以用人民幣計價 你可以用港元計價 你可以拿回港元 你可以拿回人民幣 那 當然想給你人民幣 因為納你港元 他說支持人民幣持續國際化 提升香港作為全港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還說人民幣國際化呢 這真是好笑 其實還有人相信才好笑 不是相信人民幣會不會想國際化 你憑什麼國際化 一個國家都不國際化 他的貨幣可以國際化 港元 香港為什麼有這麼多錢 因為港元是一個國際流通貨幣 因為他等於美金 因為他等於美金 當香港越來越不國際化的時候 他遲早港元也不會國際化 所以我經常說港元是負資產來的 是嗎 但是我不會再 我不會作出任何投資建議 是不是 又說我什麼煽動 什麼什麼 我全力唱好 OK 很可惜我 可惜我沒有什麼港元收入 如果我一定支持 是不是 好了 說人民幣國際化 怎麼國際化呢 是嗎 人民幣在去年 前年保持著 在全世界 無論儲備也好 交易也好 2% 是嗎 1-2% 怎麼國際化呢 人民幣 你要國際化 就是人家要買你的人民幣 人家買你的人民幣 有幾個原因 要是炒你的資本市場 你炒吧 你炒港股 炒得開心一點 是嗎 韭菜大大小 要不就進來買你的人民幣債 要不就進來投資 那些廠不斷走 要不就買你的貨品 即是出口 說出口 上年11月 中國出口跌8.7% 真的慫人挺民 上年12月 出口竟然跌一成 今年1月 是不公佈的 我想告訴你 沒有人說 我相信沒有人說 我不敢說 如果有留意金融新聞 我是留意金融新聞 我每天都做金融節目 為什麼1月不公佈出口 今天是2月27日 為什麼1月沒有理由公佈不了 沒有的 還是我錯過了呢 有沒有朋友 這裡有700多人 有沒有網友 你可以確認我 是不是你找不到 中國1月的出口數據 即是我就找不到 為什麼呢 難道他怕公佈完之後 很糟糕 因為你已經開放了 1月都沒有出口訂單 那你今年怎麼辦 我不知道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我讓你做到一個離岸人民的中心 都沒有用 我不如讓你做 不要生氣 譬如我比喻 我讓你做一個離岸 阿魯阿圖貨幣 我讓你做一個離岸 埃塞俄比那貨幣的中心 有什麼用 都沒有人用 因為你自己玩飽 你自己在這裡 但是 接下來港交所好的 為什麼呢 這宗新聞 各位網友 驚天地者一鬼神也 將會修例 修改上市規則 我也嚇了一跳 嘩 你搶錢槍得這麼明顯 這宗新聞 等於港交所 和你們香港人說 快點避 我現在快要搶你的錢 這句話 其實沒有分別 為什麼呢 因為將會改主辦規則 允許沒有收入 沒有獲利的科技機構上市 沒有收入 沒有獲利 沒有獲利 我幣公司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也不會沒有收入 那這間什麼東西來的 大家知道 沒有 income 沒有 income 沒有 revenue 沒有 profit 好像刺案買樓 那些Ninja no income no job no income 沒有收入 沒有上市 那為什麼可以上市 那麼開心 只剩下手指 各位網友 你們有沒有做科技 法蘭達 你聲稱 我是研究晶片的 我做晶片的 我研究AI晶片 AI晶片大數據 投資了500億 沒有收入的 也沒有盈利 但接下來很厲害 我將會設計一個 香港 厲害 AI機械人自動研發晶片 上市 雜資 好了 他上主辦 大家知道 上主辦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他上了主辦的話 他加入一些指數 譬如科斯 那些被動型指數基金 大型基金 NPF 就買了 如果你有供NPF的話 或者你有什麼 保險 什麼什麼基金的話 他自動幫你買 他自動幫你買 一些沒有收入 沒有獲利的公司 我跟大家說過 香港的最後剩餘價值 就是你的財政儲備 還有外戶儲備 一早跟你說 還有你們的錢 是不是 各位網友 真的 恭喜大家成為三顆星韭菜 真的 是不是 不要緊 就給他 OK的 我也很期待 我很想知道 哪些公司 沒有收入 沒有獲利 能夠在香港上市 好了 這是第一 再加人才 財政司委任了 任志剛和唐嘉誠 成為港交所有董事會成員 任志剛說 沖繩合作 維護公眾利益 致力發展港交所 從而協助特區保持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保障金融安全 任志剛這個人 唉 真的 我告訴大家 我不敢在這裡刺路賣路 我也不是資深的金融從業員 如果 有資深的金融從業員在這裡 你怎麼看不起任志剛 金融沙皇 食屎 告訴大家 不要被他嚇死 對上十九幾年 吹捧了任志剛 天上有地下 我想問他做了什麼 我打大鱷 這樣 打大鱷 當時 亞洲金融風暴 夾拆式夾到幾百里 香港經濟打到仆街 負資產無數 沒有人無數人跳樓 然後將外匯儲備 把股票放進去 買了股票 這樣 這個旺跡 就可以吃一輩子 然後坐在金管局那裡 有什麼好處 市昇就是賺錢 好像現在這樣 市昇就是賺錢 市昇就是蝕錢 然後聯繫匯率 並沒有道理控制 不斷地跟銀行說 你們要小心一點 你們要穩健一點 你們要一級資本衝突 講完 你也不要找我 找我的貓都會做 局局長 然後一個沒有網管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可以容忍到任志剛這輩子 因為餅夠大 香港每年賺幾萬億美金的數 一年一千萬就毫給你 是不是 金融沙皇收傾 不要讓他笑死 是不是 他不是不厲害 就是他不是 我不知道他厲害不厲害 他有機會很厲害 但是做這個位置是不需要厲害的 是不是 有什麼需要厲害 是不是 好了 你現在進來 我就看看你怎麼搞廣交所 快趣地 快趣地把所有狗屍垃圾 放在香港上市 然後割你那些狗菜 我很好看 我就等看 我不知多開心 是吧 不關我事 我沒有錢貢獻 好了 你的NPF 除了買這些垃圾之外 就 你說 我不買股票 我要補本債券 哈 厲害 封閉了後門 陳茂波表示 預算案發行的綠色債券和基礎建設債券 撥出一定比例優先給強積金基金投資 嘩 我真的 我真的拚爆頭 怎麼搞錯 你發完債那塊錢要給強積金基金投資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強積金基金投資什麼 你覺得現在大灣區哪個最缺錢 是吧 嘩 真是不得頂 真是 真是 好正 好了 這個呢 廣交所 所以 他很相信 他很想 谷高的事 然後 因為他市況好 他才會給一大堆垃圾上來 今年陸續有來 今年 這叫什麼 鬼門關大開 所以各位金融從業員 外資撤走 出口又跌 失業率開始高 人口開始下降 這麼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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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條數怎麼算 最重要是要看一條數 對嗎 央行是可以的 地方債全部是全家產 全部地方政府是全家產 因為全部地方內房是全家產 那地方政府沒有錢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維穩 有什麼計 大家在座有什麼計 現在哪裏有錢 哪裏有錢 香港有錢 那香港就拿 自己去 發債 自己去 上市 發債 搞定 給我習主席也是這樣 所以香港真的變成 香港變成一個國際提款機 變成一個大灣區提款機 但是 作為一個 都是為國家 都是光榮的事 所以香港對於大陸來說 對於中國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一國兩制一定保護大家